有點事要回台灣一趟 雖然我8月才回去一次 但是是從東京轉機 現在 從北海道直航恢復了之後 再去做做看 原來台灣就是這麼近啊 那因為我這次全程是手持手機拍攝 如果畫面有一點搖晃的話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在這裡下車 國際線了 終於要從這裡回去了 各位親愛鄉親部落兄弟 請不要打得好 郭島又要回台灣了 但這次是從千歲 新千歲 機場喔 行きましょう 坐飛機就是出發 接飛機就是倒桌 我要坐坐喔 這邊都還沒 Infovation還沒 還是空空的啊 還沒有人啊 現在人還很少 還要全開啊 看來今天不用什麼排隊 開始看到人了喔 雨天滑航都在這邊啊 開的少吧 所以改那邊 今天只有滑航有飛喔 3點幾倍 現在1.31 我們去這裡出發 今天只有滑航有飛喔 平時又來華航有筆喔 好像這班有筆 A1、A57 村的都沒有筆 出發出發 太早進來了 機場出從這裡 63、64、65、66、67、68、69、70 還有下面這個501、504 全部都是免稅點 這裡不會迷路啦 右邊就是檢查完護照後出鏡 一進來就看到大電視 現在就看到狐狸 然後左邊 右邊就這麼一條 所以這一條就是出鏡大廳的 不會迷路的 找你來得及進來 跟買東西就OK了 因為只有一班飛機 那今天這班飛機就是滑航 而且 才坐大概40個人左右 這裡可以看到海外感染症情報 還有 碎關展覽室 什麼碎關呢 碎關限定的東西 它可以蓋章喔 紀念章 這裡有紀念章喔 看起來不錯喔 紀念章 蓋起來是這樣 噔噔噔 這個都是假的啊 假的香奈兒 這個帶來日本都會被沒收 這都假的啊 假的東西 假的也 老鼻啊 然後歷史啊 這個太假了 你做正一點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是華盛頓條約 這是 動物啊 野生動物這些皮啊 毛髮啊 羽毛骨骼 這個都不准的 我們要到四場食堂街 本來這裡有很多吃的 這是回轉壽司 這是賣水果的 看起來不錯喔 韓太郎 海鮮洞 哇 像這個蟹角 火鍋 這個雖然是模型啊 但是都很不錯喔 牧力這麼大 哇塞 位置都很漂亮 那這一間是可以吃一瓶料理 就點一樣就好 比如說想吃一張和牛 一千八日幣 玉米兩隻一千二 這個有點貴 不過應該是選最好的 還是你只要吃一個干貝 或烤魷魚啊 烤蝦子 牡丹蝦 哇 這深的那個鞋場蟹啊 喜相逢 OK OK就是那個花青魚 可以選這一間喔 這一間是北海道海鮮料理 都有啊 螃蟹 這個蟹餃 有沒有 沒吃過 來這裡吃就好了 北海道料理 這都以北海道料理為主的 他媽做的有點 昭和年代的那種街道 這裡還有一個雪印冰淇淋 雖然沒有開燈 機場都有免費的Wi-Fi 還可以充電充到寶 好 USB跟插座都有 左邊這個都是登機口啊 66 67 現在都把它圍起來了 開放才會開吧 伊藤圓 這個都免稅店 免稅店 都沒開 這邊都沒開 好像只有華航那邊有開一家 應付這三四十個客人 今天就這麼一班而已 我以為有好多班國際開的 我記得之前韓國的也開了 已經開始鋪行了 原來還沒有天天啊 只是大概一週一班這樣 那今天輪到華航 多了解一下裡面的環境吧 下次來 萬一沒時間掛 就很可惜了 這邊上去就是貴賓室寫著有料 偷偷去看一下 自動的走進來它感應就上了 我們都沒開嘛 根本就沒開 這些卡就沒利用了 噢,看東西有沒有拍到 有沒有聽到 噢,這東西 有沒有拍到 有沒有聽到 這裡還有一個貴賓室 可以來看看 哇,這間好像有開喔 西拉卡巴 都是白華木 貴賓室 我去 然後我 下來 哈哈 我跟他舉個功 快走 我不是貴賓 等你們這些貴賓來吧 噢,只要開這間而已 就這一間有開門 只有這一間有開門啊 除掉三兄弟 上架了 隨便買個宴吧 送朋友 這個最便宜的 Down Here 三千一 以前玻璃都是透明的 現在都變成霧的 這個應該是最新那個開關 按了就變亮 但今天都沒開 冷氣吧 哪一天 再來坐 今天先坐這邊 咖啡機喔 A330 300 快進去試機 快進去試機 立信溝通中 咦,搞定,搞定 出力好了 可以準備來起飛了喔 今天做不到40個 今天做不到40個 遙控器 電視機 耳機 好懷念啊 A3303 A330300 清潔帶 這不叫毒帶 關回了 廣告 2103 1 2 2 1 2 4 4 7 2 3 4 5 1 先走到貨座椅邊 雙油逃射入線直營燈 集計情況時 以為物理安全 如果要打開拳帶 只要加扣碼解開即可 現在我們即將準備起飛 請進行用安全帶 雙身儀位說好專門的腳踏鏈 我會預測領回體快的旅程 準備起飛了 最喜歡聽有氣質的空姐 在飛機上的廣播了 以前因為職業的關係 郭島已經練就一聲好武藝 在飛機起飛前就可以睡著了 大概睡30分鐘之後 就可以準備吃飯了 好期待喔 今天從千穗機場 辦了手續到登機到起飛 一切都非常的順暢 而且快速 最近有來北海道觀光的人 回台灣應該跟我一樣 快速又方便吧 跟以前一樣喔 放飯前先來看一個電影吧 很多院線片在飛機上都看得到喔 馬上就可以看到海岸了 因為這個新千穗機場 距離太平洋並沒有很遠的 先看個媽的多重宇宙 連航沒有的毛毯喔 起飛或降落前都是很冷的 開始放飯了 今天吃什麼呢 今天吃的是 姜之豬肉片 再配個台灣啤酒 好 做吃飯的時候 可以做過照 對 哈哈 再来一遍 本来是阴天的 飞到云上面之后就有漂亮的云海可以看的 另外提一下 这一次要看到这个云海的代价是 81920日币 在疫情前只要半价而已啊 算成台币将近2万左右 可以拖运23公斤的行李 首提行李7公斤 现在降落 寶岛台湾 下了飞机之后 跟疫情前一样 会领到一张绿色的卡 那这个卡就是不用简易的 就是从飞疫区 进入台湾的证明 就之前非洲猪瘟那个事 然后还可以领四次份的快篩 其他都跟以前一模一样了 最后一站 不管在日本或台湾买的 免税烟酒 入境台湾就是每个成年人 一个人是200支香烟 酒的话是1公升 请不要超过哦 不然会受罚的 甚至被海关没收的 攜帶肉品最高罚100万哦 很快通过护照检查了 自动通关也都换了新的机器 非常的快速 3秒钟我就进来了 准备领行李 领完行李之后 没有被海关抽样检查 就直接进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哎呦哦 真烈烈哦 台湾我来了 带团20多年 刚倒有20多年 第一次 下飞机走到提行李的地方 行李已经来了哦 好感动 第一次这么快 每次都等30分到1个钟头 それでは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看到这里 各位 有没有觉得 北海道就是这么近 下午3点的飞机 现在台湾时间 6点半 微笑油桶 已经在这里迎接我了 またね